高雄市政府依照现有的制度 死亡的流浪动物大多是当成废弃物来处理 或者是由发现的通报者协助付费火化 不过一般通报者不太会愿意额外的付费来协助火化 市议员康玉成就呼吁市府能够主动的提供协助 让流浪动物的身后事也能够有些尊严 而不是比照一般废弃物随便处理 高雄市的动物收容所一直堪称是五星级 不但有相当完善的设施 收容的动物任养率提升 死亡率也逐年下降 可以算是对动物相当友善的城市 不过还是有小小需要改进的地方 特别是针对死亡的流浪动物 都当作一般废弃物交给垃圾车来处理 高雄市区快来收快来处理 有可能是送到环保局 用它的垃圾车载走 所以去环保局修营吗 动作本舍修营吗 是这样吗 目前路上的路倒的无主的宠物 有些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是由一般的民众主动通报 还是可以用较为有尊严的火化方式处理后事 但是通报的民众却需要帮忙支付一半的金额 市议员康玉成认为 这样的方案当然不太可能会有民众主动热心付费 那因为要付费 市民这个通报的人还要付一半的钱 那市民朋友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 那就给环保局 所以这个当作废弃物烧掉是我觉得非常不能够接受的 市议员康玉成也希望农业局能够尽速统计 历年来当成废弃物的死亡流浪动物数量 评估需要花费的经费 能够让流浪动物在离去时也有相当的尊严 而不是直接丢进了垃圾粉化炉 这个动物的火化的费用 大概是八百到一千 看它的体型大小 那说付一半大概就是五百四百到五百 我刚刚有跟局长特别讨论了 他应该赶快去算出来 我们过去大概一年花多少经费在做这个 因为你要有一个过去的记录 你才知道要如何编预算 农业局与诺会进行统计 再来评估额外需要的金额 毕竟一般民众看到死亡的猫狗 直接包一包丢进垃圾车里 心里还是或多或少有些不舒服 记者吴炳元高雄报道